张居正担任名神宗朱义军的首府达十年之久 是个有作为、据谋略、通权术的大政治家 明代不设宰相 是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规矩 这位独裁者要求高度集权 只挑选几名大学士为其辅佐 在这些人中间指定一个小组长 就是首府 说到底 首府其实就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或者首相 而张居正是明代历朝中最具强势的首府 在任期间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利 因为朱义军十岁登基 相当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 对于这位严肃的老师 敬畏之余 言听计从 是可想而知的 张居正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没有什么阻难 顺风顺水的改革家 他之所以没吃苦头 是由于万里皇帝的支持 而万里皇帝的支持 又是和皇太后首席大太监冯宝联手的结果 有这样三位一体的后台 他有什么怕的 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 当然不可能没有政敌 更不可能没有政治上的小人 但张居正是纵横百合的九段高手 在政坛上所向披靡 政敌都不堪一击 你说小人 那他更不在乎 因为他自己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小人 张居正稳居全力巅峰时 连万里皇帝也得是其脸色行事 如此一来 宫廷内外 朝野上下 首府还用得着在乎任何人吗 所以张居正毫无顾忌 放开手脚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 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 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 撤掉了不利的办事官员 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 镇压了反抗的地主豪强 为推广一条边法 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 每亩地都进行仔细丈量 在当时效率齐低的封建社会里 在一个阴寻守旧的官僚体制中 他切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 最终立竿见影 收到时效 到底将大明王朝的赋税家底 摸得清清楚楚 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 可是在公元1582年 也就是万历十年六月 张居正病逝 享年58岁 张居正意思标志着万历改革的终结 人走茶凉 很多阎官和之前的政敌 立刻将矛头对准张居正 雪片一般的弹劾奏章 飞到了万历的办公桌上 万历皇帝随即下令 剥夺了张居正 上驻国 太师的封号 只要是张居正提拔过的官员 全部被贬斥或者罢黜 张居正的家也被封了 不允许进出 等到开门的那天 发现张家人中 已经有十几个人被饿死 而且 在张居正的家里超出了十多万两白银和一万两黄金 其长子张静修忍受不了严刑拷打 最终自已身亡 张居正本人也险些被刨官虐尸 这大致就是张居正的结局 不仅是晚节不保 名声扫地 家人也是死走逃亡 极为悲惨 作为明朝最伟大的政治家 改革家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导致自己死后被如此清算了 主要有以下三条原因 原因之一 张居正对万利要求太严格 导致万利生出逆反心理 张居正死后 决定他死后命运的就是万利 只要万利捧张居正 那么张居正就不会被抄家 如果万利恨张居正 那么张居正就不会有好下场了 万利皇帝十岁及皇帝位 在这个年龄是无法处理国家政务的 所以需要有人扶持 辅助万利皇帝的便是 李太后和张居正 李太后本人对万利就很严厉 俗话说 慈母多败子 李太后的做法并没有什么错 根据明史记载 帝常在西城取宴被酒 令内侍 歌心声 词不能 取见机之 左右劝解 乃细歌齐发 一日 太后文 传语居正具书切剑 令为帝草醉己欲闸 又照帝常规 数其过 史料所记载的事情 简单来说就是 万利皇帝正值年少轻狂 难免干出点荒唐事 有一次 万利皇帝在西城取宴喝酒 让侍从唱歌 侍从不会唱 万利就拔出宝剑要杀人 好在旁边人劝说 才割了侍从的头发已是成见 这种事在封建王朝 本就司空见惯 并不稀奇 但被李太后知道后大怒 不仅告诉了张居正老师 还要求万利皇帝 起草醉己诏 而且还要求其长时间 跪在门前 数落其过失 每个人长大之后的性格 和其童年时期的经历 有着莫大的关系 张居正官居内阁首辅 位高权重 而他原本就是万利的老师 于是对万利的教育 常常是极其严格 张居正想培养出一名贤德的君主 但做法有些过分 有一次 万利在学习中读错一个博字 张居正荡着众臣的面 大声吼叫万利 万利被吓得瑟瑟发抖 就连旁边的大臣们都面露聚色 俗话说 严示出高徒 但这条真理 在万利身上不太适用 年幼的万利被管教得太过严格 以至于性格发生了扭曲 从后面的万利带正 可以看出严苛的教育反而害了万利 正是由于张居正的暴力 导致万利生出了逆反心理 等到其亲政前后 逐步领悟到权力的好处 既然他万利是皇帝 是九五之尊 那么就没有人可以呵斥他 张居正官职再高 那也只是个臣子 哪里有大臣呵斥天子的道理呢 于是等到张居正去世 万利皇帝开始展开疯狂的报复 比如抄了张居正的家 张居正本希望培养出一个 合格的大明王朝继承人 却培养出来一个戴政狂人 原因之二 张居正得罪了不少朝廷大臣 张居正要改革 就必定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者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 根据明史记载 一事小不合 购则随下 又赤其长家考察 集市中于茂学倾行宽大之政 居正以为封己 薛其直 御史赴英贞既言之 尤妾 下诏遇 账术 以上记载大致意思就是 明朝的御史好比中央特派员 到了地方上 那可谓是风光无限 御史到了地方 就像钦差大臣 正是因为权力较大 御史们经常欺辱地方俯陈 为此张居正要严加整治这种不良风气 有些人为某些御史求情 张居正一律予以重罚 不是下语就是罢官发配 张居正当政期间 那些不服气的人也只能忍气吞声 毕竟张居正太强大了 强大到他们根本惹不起 而张居正一旦去世 那便是树倒狐孙散 于是大家一起落井下石 张居正在整顿励志方面 并没有做错什么 这些都是为国家着想 但在有意无意之间得罪了大量官员 如果张居正去世之后 没有人弹劾他 那么张家人的下场 也不会那么的悲 然而 要改革就不可能不得罪人 改革代价就是 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 来创造出更大的利益 在万历前十年 张居正形象是光辉伟岸的 大明王朝国库 粮草充足 一改前朝就是 明朝焕发出新的活力 正是由于张居正的改革 万历才有了戴政的资本 否则大明王朝的灭亡 可能还要提前 原因之三 张居正的生活腐化问题 张居正不同于海瑞 海瑞及其刚正 从不妥协 而张居正在尽心竭力 治理国家的同时 他也没有忘记享受生活 众所周知 七纪光是抗击南窝北鲁的民族英雄 但他同时也是张居正的左膀右臂 七纪光和张居正有密切书信来往 而且为了七家军的发展 经常给张居正进线财物 美女 珍宝 张居正被抄家时 还是被抄出不少钱 可见张居正存在很明显的生活作风问题 据说张居正有一顶巨大的轿子 需要多达三十二人才能抬起来 这顶轿子内部不仅有办公区 还有休息区 卫生间等等 另外还有两位侍从 简直就是古代的房车 极其先进 张居正从京城到江陵丁幽 就是坐这顶巨无霸轿子回去的 其中的张扬 炫耀之感 可想而知 张居正自己享受奢侈的生活 却一直要求万利要勤俭节约 等到万利亲政后 发现张老师原来这么有钱 这跟他所受的教育形成巨大反差 在万利眼中 张居正就是个不称职的老师 于是乎万利一怒之下 抄了张居正的家 以上三条主要原因 简单概括那就是 严苛得罪了万利皇帝 改革得罪了很多官员 生活太过于奢侈腐化 因此才导致张居正死后 被如此清算 他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 并不比商鞅 或者谭四童好多少 他活着 是谁也搬不倒的超级强人 强到万利 也要望其颜色 他死后受到清算 是他的不幸 同时也是他的幸运 因为他本人免受了牢狱之灾 和皮肉之苦 最后一个问题 张居正的改革算成功了吗 严格来说 很难说是成功 说是昙花一现更合适 张居正的失败在于 没有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致使他的忠心 大明事业无人接手 被他寄予厚望的明神宗万利皇帝 不但没有延续张居正的政策 反而对张居正的改革措施 进行了彻底翻盘 张居正死后 逆反心理严重的神宗皇帝 对张居正本人 以及他的政治经济革新 进行了彻彻底底的清算 甚至全盘推倒 使得张居正任首府十年时间 历经图治积累的成果 化为乌有 而且张家被万利皇帝搞得 亡的亡 散的散 下场很是凄凉 但张居正的改革成果 还是不容忽视的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税制改革 由之前的两税法 变成了所谓的一条边法 使得国家税收逐渐充盈起来 支撑了后来发生的万利三大争 对于张居正改革的作用 甚至可以说 大明王朝尾巴上的七十余年 正是得利于张居正的改革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 少有的政治强人 因为只有他 孤家寡人一个 以君临天下的态势 没有同志 没有智囊 没有可依赖的班子 没有可使用的人马 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 只用了短短十年功夫 把整个中国倒腾了个天翻地覆 实现了他所设定的改革宏图 虽然在他生前 其在生活作风上 存在奢侈腐化等问题 但张居正这种孜孜不息 挺然为之 披荆斩棘 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 是非常值得后人钦佩和尊敬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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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